師傅,有幾個人打電話來問我 他說補琴很久沒有調音 但調音師建議他分10次調音 甚至Tiffany的爸爸多次說 他補琴太久沒有調音 要聽上廠補調 為什麼就這樣做得很久的琴是這麼難調音呢? 師傅 因為整體整盤低了多 有些是半個音,甚至有些是超過半個音 這樣的話,你要升上去的時候 升高的幅度是大 整個延線的張力和響板承受的彈力 都有所改變 這樣的話,你即時調了上去 現在對,轉頭壓力的改變 也會再跌多一次 起碼調一次是不行的 最少都是調兩次到三次 才可以真的一次過做個標準音調 師傅,不如你示範一下 好像這部琴很久沒有調 他那個A就不是440的 甚至A,不單止搭不到A 跌了半個音又多 只剩下G-Sharp G-Sharp還要是低的 低於G-Sharp的 這樣要彈 升到半個Key都不止的 現在低於G-Sharp 我們試試拉它上去 440A 現在呢 便上去標準的A A,你听听,总拿了第一条线,这个是准的,旁边的线根本就差很多 我们调调这个D4,即是Middle C那一部分的D音,那我们怎麽为准呢,就是这个红线中间怎麽呢 当这个音频的最稳定是这个尖尖在这裏,就叫做定了,过了都是低,回来这边就低了,三个人的尖尖对正在这裏,就是很敏感的 观众看看,一个就是D芭这里,一个就是低于D,即是一条线是对的,一条线是不对的 现在开始拉它上来 现在再上来的准备这个强 在D对落 我们想拉到这个位置 我们听到呼的声音 上来 开始下来 三条线一起是低了 所以一般 如果低那麽多 调得要快 略略是升高少少 就不用说 执到这麽是正 没用的 你几准中间都好 一定跌下去 这个音进完 下的音更有错 同样现在拉到E音 第一条线 准备了 三个人在正中间 现在师傅可以 准备拉第二条线 有没有留意 低了一点 两条线一起低了一点 第三条 差不多纯的 又是低了一点 所以我说 当第一条声高 那么大压力 响板所受的 就是这样的分量 但第二条再加上去 第三条再加上去 分量就大了 压力 响板也有助少少少 为了让它稳定住 往往的弹力 都是有反作用力的 我们都是调高了少少 然后呢 降下来 压实它 但由于 升起一条线的 张力 因为那个 延线 根本就是通过 调码压在 响板里面 是形成一个 弹板的作用 是有一个 弹力的 当你改变 一条线 加大一个压力 那么 响板所受的 成分 成的压力呢 就是只有一部分 那么 那个音就到了 频率就到了 因为呢 那个pitch呢 是跟张力 跟那个直径 是有关系的 但是当 你将三条线都一起升起的时候呢 调到我们调音只可以一条一条来调 不可以几条一起升的嘛 升完一条 再升第二条 压力又加大了 升第三条又再加大 甚至呢 你再调整一个Otifu 整个part的时候呢 整个压力呢 就加大了很多呢 令到那个响板呢 也都沉了下去呢 那个音呢 也都会即时低下来的 同时呢 因为都是 当然低那么多的琴 除了它很久没有调呢 本身这个琴都相当的年份的了 那也是一个风险的 要一下过呢 将它拉高那么多 加大五大的压力呢 都 有时都会有机会断线的 这个 都是一个风险 所以呢 这样东西呢 都是 师傅都是 有时都会怕这样东西的 发生的 哈 它弹得很厉害 当然啦 那还有一件事的功夫多呢 就是说呢 因为你的幅度那么大 一定有一整眼钉是转 一整眼钉转了过去 转完扭了过来 又要令到有些多虛位向下彈的力 包括那些都要 就是之前那麽久是穩定了 你現在全部動過它 彈回來微微的一些彈力 彈上也好彈下也好 都是令到很微調的音準的時候會有個變化 所以這個就是功夫多多在這裏 所以這樣做一隻等於做兩三隻的效果 正常我們在調音裏面 就算開演奏的琴 它不會這樣低了半個音 反而那些是容易做的 反而它基本上最多是439拉上442 有些演奏需要 有時或者442放下來440 通常都是在基本的穩定 即是它的張力不會有特別改變 只不過是將一些很微調的 微微的音的變化 即是散了 或者八讀差一點點不夠 即是在那個基本的壓力上 是調平它是容易穩定很多 喏 現在剛剛升了一個Otif多些 那又翻轉頭一看 剛剛吞到這裏的C 但是翻轉頭看之前 那也都是 已經跌了這麼多了 剛才我們吞了它在中間的 一個Otif 所以它的張力改變 還未調整 或者調多些的時候 張力改變大些 壓得更沉些 更跌得更多些 師傅 是不是這樣說呢 一個音 你拉在第一條線 第二條線一拉的時候 原本那條線都已經開始不準了 之後都是拉 拉好也搞定這個音 你後面再加上高音的部分 其實之前那些又是會不調 即是由個別到整個區別 都會影響音準的 是啊 因為那個琴弦呢 是有一個張力的 張力呢 是壓著在琴橋那裏 壓到響板那裏 那響板成一個弧度的 好像彈弓床那樣 當你一條線 加大了張力 它沉低一點 但是都可以將那條線的 pitch 倒了那個拉力的強度 但是第二條再拉多些 第三條再拉多些 張力加大了 壓力也加大了那個琴橋 壓了到響板 就好像那張床壓重了 它就向下又沉一點 沉一點的時候 因為沉了橋的位置 它是一個弧位 沉了下去 就是令到那條線的張力 改變又跌回低一點 所以你的音就變得又低了 就是這樣的原理 嗯 那師傅啊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升得快一點呢 嗯 當然啦 要看一部琴找不找它 因為那樣舊的琴呢 你能夠拉得回去 拉得回去 標準音呢 都很幸運的 那如果你說 通常呢 如果琴它是低多 但是它承受到這個 這個Pitch上去的時候呢 那我們可以略略呢 給440拉高一點點 那因為預料它也會跌下來的了 那下一次的時候呢 就在一個標準的高度裡面 再調平的穩定性就高一點了 就是最後還是要收拾幾次 第一次拉完之後 好啊 肯定你這樣 肯定兩三次啦 嗯 因為有時候很多 所以那些功夫就是 為什麼 這些公司呢 這些公司往往你低了多 你真是要求一次個Stand up Pitch呢 要拉上去呢 它會Double Charger 嗯 就是這樣解啦 低了那麼多呢 就算我們拉到準準的呢 它轉過頭它就跌來了 所以我們要用一個快速的粗條 這樣才可以提高效率 就這樣拉 那這些呢 就真的耳朵比錶更快很多了 哈哈哈哈 剛才我說低呢 那我們拉上去呢 都沒那麼害怕 其實呢 拉到低音呢 就真的一路拉都受到軟來就害怕的 但是這麽舊的琴 拉那麽多的幅度呢 很擔心是斷線的 就像是拉一拉就薄的聲音 接觸由這裏 拉到這裏 好嗎 好嗎 這麽多的群体 嘩 那麼大個幅度呢 好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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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A2A440 这个尖在正中间 但现在已经拉了一转之后 压力改变加大了 整个音板坐了少许 桥坐了少许 已经跌了超过10个音分 那我们要拉第二转 这还跌得多些 第二转留你来吧 收工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